單親媽媽L小姐好傻眼 撫養兩個小孩靠網拍撐家計 但被說一句不配合 現在連家都要沒了 劉小姐兩年前透過物業公司 承租這間社會宅 合約今年六月二十四號到期 因為出車禍 好一陣子不在家一回來 熱水氣壞了 馬桶滴滴答答漏水 問題沒解決 找上物業公司修繕 順便談續約 都約好七月十七號簽約 就在前一天突然被拒絕 一九九九對 尋求市府的協助 那都發局的反應是說 他幫我關切 沒多久那個平臺公司 就打電話來跟我說 不跟我續約了 覺得很傻眼 我是遇到流氓流氓平臺嗎 什麼叫做 你不適合跟我們公司簽約 劉小姐說收到了純正信函 接下來家在哪 還沒著落 說好的社會住宅照顧弱勢呢 今天的房東可以加入 營建組的一個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計畫 所有選人 所以在這個計畫中 他是可以選擇 他想要的房客 屋主認為物業管理公司多次登門 電話聯繫都找不到房客 導致無法申請補助 權益受損 因此決定不續約 物業公司夾在中間也很為難 但現在最破切的是 劉小姐面臨房子要被收回 恐怕連遮風避雨的氣身之處都成了問題 三軟這場受損頭的喔 我會想請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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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